好,下面我们来看看第二段,看这个羊是怎么回事,到底是下落怎么回事。 第二段,第一句话说, When Dmitry came in from the fields, his wife told him what had happened. 当老公Dmitry从田地里回家之后,这个came in就到家了,相当于came home。 Fields就是田地,田野,这个词是可数的,但land表示土地不可数,但是field是可数的。 从田地回家之后,他的老婆就跟他讲了发生的事情。 那Dmitry当然就很生气了,我给老婆定情之务,谁敢偷走啊? Dmitry at once set out to find a thief,Dmitry立刻开始去着手找这个贼了。 这个set out to do,这是复习,咱们在第五课说过, 叫带着目的开始做某事,开始完成某个任务,叫set out to do, 一般强调心中有个目的,带着着目的开始做某事,着手做某事。 本分钟就开始找这个贼了,这个用的是对的。 咱们复习一下第五课,在第30页第二段的第一行, 第30页第二段的第一行,他说, The journalist immediately set out to obtain these important facts, but he took a long time to send them. 这位记者立刻开始着手去采集这些重要的数据, 但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把这个数据发送回来, 这是开始去做某个事务,开始某个任务, 这个用的是对的,可能是好的。 好,这是表示开始,但开始做某事的意思, 这个表达的特别特别丰富,很多单词有类似的含义, 比如说咱们用begin to do, begin doing,这个可以, 还有像start to do, start doing, 也可以表示开始某个工作,开始某个任务, 这个有类似用法。 还有呢,我们比较特殊的come to do, come to do也可以表示开始做某事, 这个也行,我们比如说看几个例子, 像174页第38颗的第一句话,174页第38颗的第一句话, 未来的历史学家将处于读一无二的得天读后的地位, 在什么时候呢? 当他们开始记录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的时候, 开始记录,come to record, 是come to do,开始, 这个用的是对的,38颗。 咱们再看另外一颗书中, 47颗,216页, 216页, 47颗的第二句话, 咱们看这句话怎么说, 当你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有四种方式咱们可以处理垃圾, 哪四个方式呢? 倒掉,烧掉, 把它变成一个能再次使用的东西, 或试图少制造垃圾, come to do, 叫开始做模式, 这个用的也是对的, 用的正确。 好,那这表示开始, 另外come to do, 还有一个叫get to do, 或get to doing, 这个搭配也对。 这个在后面课文中会碰到, 咱们不妨做着总结, get to do, 甚至用get to doing都行, 这个to既可以是不定式, 也能是借词。 I get to like her over the months, 经过这几个月来, 我开始喜欢她了, 一开始没什么感觉, 但几个月之后日久生情, 开始喜欢她了, 再看这句话。 It's got to thinking, it was all his fault, 现在他已经开始认为, 这都是他的错了, 一开始还不觉得, 抱怨别人, 后来慢慢慢慢发现, 哎呀, 真是这么回事, 这个get to do, he is, 当然he has了, 那么get to doing something, 也是开始做模式, 这个都可以。 这个有课文为证, 我们在后面有一课书中, 也是用的这个搭配, 38课, 174页的第19行, 174页的第19行, 有这么一句话, they had a definite meaning, for they were as near, as near, as early men could get to writing, they, 就他们这些墙壁上的符号, 他们有非常明确的一个含义,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与早期的人类, 开始会写字的时期, 是特别特别接近的, 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说明这些符号, 是一种象形文字了, 开始写字, get to writing, get to doing something, 也是开始, 也有这个意思, 这些小的地方, 如果大家不熟的话, 阅读中真是会造成障碍, 还有一个, 开始某个任务, 我们用上船这个搭配也行, 在未来46颗碰到, 咱们先看一看, 叫embark on something, 我们知道embark, 后面再加on, 可以表示上船或者上飞机, 这个未来到了28克, 5磅也太贵, 我们还会讲到这个动词,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embark, embark, 后面加on叫上船, 或者上飞机, 有这个意思, 上船上飞机之后, 船起航了, 飞机就起飞了, 所以任务开始用它, 是非常好理解的, 咱们也看一个例子, 比方说212页的第四行到第六行, 212页的第四到第六行, 你看这句话, armed with the right tools and materials, newly west gaily embark on the task, of decorating their own homes, 好多搭配在前面已经讲过了, 咱们那个armed with, 在第二课是这个十三等一, 咱们讲过, 当时讲的是拿着手电筒上了钟楼, 在这儿是拿着合适的工具和材料, 这个right不一定是正确的, 在这儿是合适的, 是多一次, newly west, 咱们在前面也讲过吧, 我们在第七课讲新婚夫妇, 新婚燕儿讲过, 新婚夫妇gaylee, 我们也讲过那个gay, gay不一定是同性恋的, 可以表示开开心心的, 这是开心地, 开心地开始了这个任务, 哪个任务呢, 装修自己房子的任务, 刚结婚, 弄了个新房, 再装修房子, 开始inpark on Sunday, 也是开始, 这可以做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么一个总结, 他就开始了什么呢, 开始去找这个贼去了, 老公很自信, 说你放心, 一定能逮住他, 为什么呢, he knew it would not prove difficult in such a small village, 他知道, 在这么小的小村子里面, 这将不会被证明的是一件困难的事, 为什么, 就这么两三户人家, 这一打听, 谁偷了, 那还能跑得了吗, 一定能逮住, 这个prove difficult, 又出现复习, prove在这儿是个戏动词, 多次讲过, 翻译成被证明式, prove后面也可以再加to be, 加不加都行, 这个不说了, 咱说过, such a small village, 叫这么小的一个小村子, such, 它是修饰名词短语的, 所以跟a small village, 这么一个名词短语, 但是如果表示这么小, 用so呢, so small, a village, so是修饰形容词副词的, 所以它紧跟着这个small这个词, so small这么小, 然后呢, a village, 注意这个such和so这个位置, 再比如说, 我们说, 如此有趣的一本书, 用such该怎么说, such加名词短语, an interesting book, 这么有趣的一本书, so呢, so应该紧跟着interesting了, so interesting a book, 如此有趣的一本书, 还是这么来用的,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形容词, 是这样的词的话, 特别是这四个, 记住啊, 表示多少的形容词, many表示多, 不可数的能用much, few表示少, 不可数的能用little, 用这四个词, many much feel little, 那么前面一定要加so, 不能加much, 这是原习惯, 没办法, 表示多少就这四个, many much feel little, 一定要用so, 而不能用much来修饰, 咱们看几个例子, so many people, 尽管后面也是名词短语, 咱不能用such many people, 不行, 再比如说, so much time, 这么多的时间, 这个时间不可数的用much, 再看少, so few students, 这么点的学生, 这么几个学生, 很少, so little money, 这么点的钱, 这前面都必须加so, 不能用such, 用such就错了, 但这里边有个特例, 英语特别麻烦, 就是这个little, little表示少的时候, 前面用so, 但如果这个little表示小, 小而可爱的这个含义, 就不一样了, 那么这会变成一般的词汇了, 前面加so, 加such都有可能了, 咱们看例子, so little a boy, 这个little不表示少了, 而表示小, 这么小, 小不定点的一个小男孩, 也可以用such a little boy, 这就都可以了, 因为这个little在这, 不表示多少, 而表示个儿小, 这个是例外, 好, 再回到课文中, 我们说, After telling several his friends about the theft, Dimitri found out that his neighbor, Aleko, has suddenly acquired a new lamb, 这个打听呗, 这个Dimitri朋友也多, 在把这个偷窃情况, 跟几个朋友讲了之后, Dimitri就发现了, 他的邻居叫阿雷克, 突然间获得了这只新的绵羊, 就怀疑了, 是不是这个哥们给我偷的呢, 这个意思, 咱们看看语法成分分析, 在逗号前面, 这个黄颜色的明显是一个, 在这做时间状语, 那么after在这呢, 是当做一个借词来用, 我们知道after做借词, 做连词, 做副词都行, 在这显示是借词, 后面加动名字telling, 好, 再把这个, 跟几个朋友说了这道解情况之后, 怎么样呢, Dimitri found out, 他就发现了, 这个find, 后面必须加out, 老师在以前说过, find, 如果表情发现找到, 一边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东西, I found my key, 我找到我的这把钥匙了, 但find out呢, 是发现某个事实真相, 发现某个情况, 后面是一个事实真相, 一个情况, 所以绝对必须加上out, 外面什么呢, 后面那些从句, 一直到句末, 明显是个冰语从句, 说find out的冰语, 发现了他的邻居, his neighbor, aleko, 是个插入语结构, 也是做前面邻居的同位语来, 邻居就是aleko, 怎么样, 他突然间获得了一只新的绵羊, 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是个情况, 所以用find out是对的, 我们再看一看, 在after里面这个tell, tell somebody, somebody是他的几个朋友, 然后关于模式, 叫about something, tell somebody something, 如果关于tell somebody, about something, tell一般是先跟人, 再加事情, 表示告诉某人模式, 他如果tell直接加事情, 就不是告诉, 是讲述了, tell a lie, 说谎, tell a story, 那是讲故事, 告诉某人, 用tell somebody something, 或者about something, 是对的, 但同样表示, 像某人讲了某个事情, 告诉某人某事, 我们如果换不同的动词的话, 搭配就不一样了, 这几个动词也表示, 把某事告诉某人, 但是注意, 我们先大声读一下, report, relate, recount, 这个也可以表示讲述, 把这事情告诉他了, 讲给他听, report不一定是新闻报道, 可以表示讲述, relate不一定是使联系, 咱们在前面讲过, relate a with b, relate a to me, 可以表示把a b联系起来, 但是表示讲述也可以的, recount呢, 本身就可以表示讲述, 这个意思, 但注意它的语序, 先加事情, 再加to, 再加人, 这个语序不要弄错, 而tell, 一般咱不能用tell something to somebody, 一般不能这么说, 而是用tell somebody something, 或tell somebody about something, 这个不同的词汇, 它搭配是不同的, 这个注意辨细, 不要搞错了, 咱们也是看一些例子, 我们先看这个句子, 在本文中可以把它换成, after reporting, 或者relating, 或者recounting the theft, to several experience, 再把这个盗窃, 跟几个朋友说了之后, 这个里面搭配, 用这个搭配是对的, 那么relate的这个用法, 我们在后面的第56号, 河流我们的邻居会碰到, 咱们先看一看, 252页第五行到第七行, 252页的第五行到第七行, We know instinctively, just as beekeepers with the bees, that misfortune might overtake us, if the important events of our lives were not related to it, 我们本能的知道, 正如养蜂人对蜜蜂那样, 知道什么呢? 说, 如果我们生活中的重要事情, 没有对河流讲述的话, 那么不幸就会降临到我们身上, 这个relate不是联系, 是讲述, 你看这里面用被动, be related to somebody, 是不是来自relate something to somebody, 这个it只不过不是人是河流罢了, 他们的河流我们的邻居呢, 把这河流比喻成人了, 这个用法是讲述, 这个是对的, 来咱们做说后题吧, 看一看77页的第十题, 好, 咱翻书快点啊, 77页第十题, 第十题说, after什么, the theft to several or his friends, 再把这个偷窃情况, 跟几个朋友说了之后, 咱们看应该选哪一个, 注意搭配, 是先跟事情, 再tot再跟人, 首先这个tel不行了, tel是tell somebody something, 或about something, 本分钟搭配不对, b,c,d, 大家发现只能选b, reporting, reporting在这不是报告, 而是讲述, 把这事讲给某人听, 那么, c express表达出来, 这个不对, b呢, count是数数, 你给我recount就对了, 好, 所以选b, 正确, 回到文章中, 后面说, Dimitri find out that, Dimitri发现, 他的邻居阿列克, 获得了一只新的绵羊, 但是我同学说, 老师, 那个find out, 您不是说, that从去不能放在戒死后吗, 为什么前面出现了戒死out呢, 这个是为什么, 老师说过一次, 因为这个out在本文中, 根本就不是一个戒死, 它是副死,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戒死有个特征, 戒死后面是必须加宾语的, 宾语再短的话, 也必须放在戒死后面, 但是这个副死呢, 跟宾语位置灵活, 宾语可以放到副死前, 可以放到副死后, 宾语长放在后面, 宾语短可以放到副死前面, 这个find out something, 这个out就属于副死, 你看本文中宾语是个宾语从句, 放在find out的后面, 如果宾语很短, 比如说只有一个代词it, 我们就说find it out, find it out, 那说明那个out一定是副死, 那从句不用在戒死后, 用在副死后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说look at something, 那个look at, 那个at是戒死是副死呢, 它一定是戒死,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能说look it at, 宾语再短的话, 能不能说看这个look it at, 这听不懂了就, 这个at是戒死, 这个我们可以复习一下, 在第一课中说过的, 在第十四页十三行末尾到第十四行, 十四页的第十三行末尾到第十四行, 他说, The expert were now thoroughly convinced, that animal was a human, 这个专家们现在完全相信了, 这个动物确实是一只美洲士, be convinced, 本来后面应该有个戒死off, 因为convince somebody off something, 但那个戒死off被去掉了, 因为后面跟的是that从句, 这个off一定是戒死了, 所以它被省掉了, 而本文中out是副词, 这个没事, 我们说过, 有几个看似的例外, 就是in that, except that, about that, in that是复合词, 翻译成因为, except that和about that是同一词, 都可以翻译成除了什么什么情况之外, 或者翻译成要不是什么什么的话, 这两个可以同时机, 是一样的, 但是英语教学全文yes percent, 把这三个都看作是复合联词, 如果把它看作复合联词, 不看作戒死后面加net的话, 那么就没有例外了, 除了这三个情况之外, 其他所有都一样, 这三个情况也不看作例外, 为什么, 他把in, except that, 不看作戒死了, 而把这整个看作复合联词, 就好了, 这是解释了这么一个疑问, 然后Dimitri说, 那八成就是他偷的, Dimitri immediately went to a legal's house, and angrily accused him of stealing the land, Dimitri立刻跑到了阿列克的家里面去, 并且气愤地指责他偷了他的绵羊, 这个句子没什么说的, 都是比较简单的结构, 包括accused somebody of doing something, 这结构他没说过, 气愤地指责, 然后呢, 这个Dimitri就说了, He told him he had better return it, or he would call the police, 他跟他说, 你呀最好把羊给我, 否则我报警, 这么一个, 咱们先看这句话的语法成分, 句子主干特别短, He told him, 他告诉他, 跟他说就好了, 后面呢, 整个黄颜色的道具末, 明显做tell的宾语从句, Tell somebody something, 我们看他讲了, 他说什么呢, 宾语从句说, He had better return it, 你最好拿来还这个羊, or, or是引导并列区的关系, 这是在并语从句中, 第二个并列的句子, 还是并语从句, 否则怎么样, 否则他就会报警, 这or表示否则, 它是引导并列关系, 都是两个并列的并语从句, 前面那个lance of that被省掉, 并语从句 that被去掉, 注意本文中出现了一个常见的威胁语气, Head better do something, or, 最好做模式哦, 否则我就怎么样, 这是威胁的语气, 这个or, 有的时候也能写的or else, 否则就怎么样, 加不加的else都行, 最好做模式, 否则怎么样, 威胁对方是可以这么说, 你看, You'd better go out at once, or I'll throw you out of the window, 这是语气非常不客气了, 你最好马上给我出去, 否则的话, 我把你从窗户扔出去, 否则的话怎么样, 最好做模式, 否则如何, 这个head better, 在口语中的一般写的, better就好了, You'd better, 这个的失去爆破, You'd better, 你最好马上出去, 否则把你给扔出去, 这个句型顺便可以记住, 特别实用, 特别实用, 但是威胁的语气呢, 有好多好多, 除了这个head better do something, or else, 或者or这个结构之外, 还有一个用的特别多的, do something before, 在我什么什么之前, 你来做这个事, 这其实也是个威胁的语气, 为什么呢, 咱们看一个例子, 可能就更好理解些, 看这句话, get away from here, before I call the police, 快给我滚开, 在我报警之前, 快点走, 是什么意思呢, 也是表示, 你要不走的话, 我就报警, 这个before再次是威胁语气, 所以咱翻译呢, 不能翻译错了, 我说你快走吧, 快走吧, 要不一会儿我报警了, 快走快点, 快点走, 不是这个语气, 我说快点走, 在我报警之前, 你最后快给我离开, 这个说明, 你再不走的话, 我就报警了, 注意这是威胁语气, before是这个意思, 这个生活中用的也多, 类似于, you'd better get away from here, or I will call the police, 否则我报警, 是这个意思, 这个我们还有一个否则, 叫 otherwise, 但是注意, otherwise这个否则呢, 一般就不是威胁的语气了, 就是否则, 或者要不然的话, 它一般不做威胁的语气, 我们看看这个时候该怎么用, 看看这个句子, put on a heavy coat, otherwise, 或者 or, you'll catch a coat, 或 or else, you'll catch a coat, 这个否则, 要不然的话, 这不是威胁语气了, otherwise就是, 如果不这样的话, 某事会发生, 这个 or或 or else, 如果不跟 had better连用的话, 一般来说呢, 也不见得有这个威胁的语气, 怎么翻译呢, 不然是穿上, 穿上一件厚外套, 要不然呢, 你可能会, 这个都感冒了, catch a coat, 这个 otherwise, 注意, 它一般不是威胁语气, or else也是, 如果不跟 had better连用的话, 一般来说, 多数也没有什么威胁语气, 但本文中是明显的威胁了, 你快点把羊还给我, 否则的话, 我就报警, 好, 我们把这几个否则, 要不然相关的这个表达的便细, 先说清之后呢, 咱分回头来, 再看一看 had better, 单独使用的时候, 一些注意事项, 我们知道 had better do something, 可以表示最好做谋事, 他一般, 大家知道, 一般多表示建议, 咱们看个简单例子, 像 you'd better pay him a visit tomorrow, 你明天最好就看看他去, 这表示建议, 没问题, 但 you'd better, 这个 the, 又是个失去爆破的 you'd, you'd better, 这么来说, 这个提建议, 但是这个建议咱们注意, 他容易把语气用错, 为什么呢, 这个中文中是您最好做模式, 没有什么场合限制, 但是在老外呢, 使用的时候注意, 这个 you'd better不是一个特别礼貌, 特别客气的用法, 他一般多用在什么呢, 一般用在更合适的场合是, 长辈对晚辈, 上级对下级, 或者至少是同龄人之间, 朋友之间, 同事之间可以这么用, 您最好做模式, 可以这么来说, 但是如果说是晚辈对长辈, 下级对上级这么说, 就不够客气, 因为这个搭配本身并不太客气, 我们以前有个新东方老师, 他当时在大学里面就有这么经历, 当时一个教授, 到他的宿舍去做客的时候, 这个同学就说了, 看这个当时冬天, 教授穿着非常厚的一个外套, 身上都是那个大雪, 外面大雪纷纷都是雪, 说您脱了外套吧, 屋子里有暖气热, 您看别的这种很容易感冒, 他这么说, You'd better take off your coat, 但是教授一听很不高兴, 在这个扑起脸来了, 我这个当年是学生的老师就说了, 说这个人心里话怎么不识好歹呢, 我让你脱外套不为你好吗, 后来两个人聊开了, 这个老教授就解释了, 这外国教授说, 你用这You'd better用的是不合适的, 为什么呢, You'd better一般用在长辈对晚辈之间, 我同龄人而晚辈对长辈, 学生对老师这么说不客气, 你最好怎么样这么说是不客气, 你像这句话一般呢, 晚辈对长辈说不合适, 长辈对晚辈说, 你最好看看他去, 对吧, 这个人当时对你这么好, 你人病了, 你不去可不合适, 你最好去看看他去, 这个场合更合适, 或者朋友之间这么可以提建议, 但如果是对上级, 对长辈, 咱们最好呢, 委婉一些, 最好委婉一些, 比方说, 我们可以说, You might as well do something, 我说您呢, 不妨这么做, 好像更好一些, 我说您呢, You might as well take off your coat, 您最好脱掉外套, 我这么觉得这样, 不妨这么做, 更好一些, 或者是这么说也行, It might be better to do something, 做某事可能会更好一些, 在这儿是不是可以说, It might be better to take off your coat, 脱掉您的外套, 可能会更好一些, 这么说, 或者说, I suggest you do something, 也行, I suggest you take off your coat, 我建议您脱掉您的外套, 这么说也行, 这几个表达比较客气一些, 注意提建议时, 注意不同的场合, 不同的对象, 咱们措辞要注意, 不要出现不愉快, 好, 把这个弄清之后, 再回到剧众, 后面还有一个否则怎么样呢, 他就会报警, call the police, 这个没什么说的, call the police就是报警, 这更强的打电话, 用电话的方式来报警, 还有呢, 报警也能说go to the police, 这更强的自己到警察局, 走人到那去, 去报警了, 这个也行, 你看19个课中, 就出现这个报警, 在86页的第11号末尾, 86页的第11号末尾, 出现这么一个, at first, she decided to go to the police, but figuring that she would never see Rusted again, the letter had made that quite clear, she changed her mind, 一开始, 这个老太太决定去报警, 但是担心呢, 她可能再也看不到Rusted了, 信张把这个事说的特别清楚, 于是乎, 老太太改变了她的主意, 去报警, go to the police, 这个用的也是正确的, 这强调呢, 到警察局去, 但是报警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不强的任何方式的, 就报警, 就通知警方, 就不强的方式, 怎么通知我不知道, 叫inform the police, 通知警方, 这个也行, 我们看看, 在书后题出现这个搭配了, 你看在89页, 书后题第二题的B选项, 咱翻书看一看, 89页, 书后题第二题的B选项, 好, 89页最上方, 咱们看第二题的B选项, Mrs. Ramsey was not to inform the police, attent to pay 1,000 pounds, 这个Ramsey夫人呢, 不能够报警, 并且要支付1000英镑的, 这个书金, 才行, 报警用的是inform the police, 这个也行, 也可以, 这个was not to inform the police, 比较支付1000英镑的这个书金, 就好了, 好, 那么他就指控, 我说你最好还羊, 否则的话, 我就给你去报警, 但是这Aleco呢, 他不承认, Aleco denied taking it, and let Dmitry into his backyard, Aleco说, 这不可能啊, 我没同你的羊, 咱们是朋友, 是邻居, 不可能的事, Aleco否认拿了这个羊, 这个否认, 咱们回顾一下, 词汇中讲过, home可以加名词, 加动名词, 加宾语从句, 都行, 本文中加的是动名词, Denied taking it, 用的是固定搭配, 完全正确, 咱们是不是一定要把它换成用名词, Aleco denied the acquisition, 或是denied the charge, 在这里面, acquisition和charge在这, 不是指控, 而是指责了, 他否认了这个对他的指责, 当然这两个词, 也分别可以表示指控, 我们知道charge, 变成名词之后还是charge, accused, 变成名词之后, 变成acquisition, 注意口型大一些, 我们分别读一下两个名词, acquisition, charge, 这两词都可以表示, 对某人的指控, 或者是指责, 在本文中是指责的意思, 否认了这个指责, 我没做这事, 可以这么说, 或者我们再看看, 如果是后面加从句, Aleco denied that he had taken it, 他否认了他曾经拿走过这只羊, 这都行, 这都属于固定搭配, 都可以, 本文中用的是第二种, 用对是可以的, 那如果要是承认, 咱们复习就好了, 刚才讲过, 可以用admit, 或者是acknowledge, 后面加名词, 加动名词, 加辟语从句都可以, 搭配跟deny是完全一样的, 咱们不得记住就好了, 我们又要多的年车, 要不成为了一样的, 而是大设讯地坛,